- 歡迎收看理財總動員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理財總動員 讓我們一起投資理財賺大錢 我是阿澤 近期航運股高檔震盪家具 每天不是漲停板就是跌停板 甚至是陽明的現增股數 16萬張也要出籠了 現階段投資人到底該從哪些面向 來觀察航運股呢 而台北股市當中除了航運股以外 還有哪些類股也是值得投資朋友們來留意的呢 今天我們再次邀請到了阿姆塞 來到現場幫各位做進一步的解析 不過在之前還是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們 能夠幫我們的頻道訂閱按讚以及開啟小鈴鐺喔 那麼緊接著馬上就來歡迎阿姆塞來到現場 幫各位做進一步的介紹 我們就來歡迎阿姆塞 阿正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阿姆塞 首先節目一開始 還是要再先請教您對於整體航運股的看法 因為現在還是有很多水準在船上啦 那阿姆塞我想要先請教您喔 現場投資人除了能夠從所謂的運價來觀察航運股以外 還能從哪些面向來觀察後續的航運股呢 對 我們上個禮拜的話 我們把航運股齁 這個所謂的這個塞港 還有這個所謂的這個 為什麼它的航數變慢 是 還有就是所謂的它這個 比如說到了港口 開始卸貨的時間 很多東西的話我們跟各位報告 那當時航運股的話是跌三層 之後就開始反彈了 那航運股它的這個續航力會不會像以前這樣一直長 還是它未來一個走勢可能會是怎麼樣 那這個的話我們這個禮拜就要好好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我想第一個重點是這樣是 航運現在的塞港情況有沒有改善 平行的論 還沒有改善 只是在實際可能改善之中 但是還沒有改善 那我們現在先講第一個就是說 為什麼聯合太平洋鐵路是美國最大的鐵路公司 它要停時解圍 它避免貨太多 但是你沒辦法去運送塞 塞貨塞太多 那這個讓航運商的話 一看它貨那麼多 我又沒辦法印 那我就一直在調你的價格 所以它避免就是說 我譬如說我現在貨有1000個 是 我現在只能載300跟400個 那還有很多人沒載 大家就會搶 就是說那沒關係 印費高一點 那你趕快幫我載 所以在那種情況之下 那印費的話就一霸不能 是 所以現在所謂聯合太平洋鐵路說 那我就再少一點 讓那個貨不要1000變成500 400 那你可以載300 只剩下100可以載而已 所以你的印費就不會漲 所以它要用這個模式的話 來使得這個印價 譬如說可能持續 大漲那個心理因素的話 把它去除掉 那就表示說現階段是怎樣 現階段真的還是滿塞的 那我們來看 上個禮拜我跟規定報告 我用的是摩溫大通的資料 摩溫大通的資料說 準搬率不到四成 但最近統一正確很多的 研究報告就寫說 不到三成 說25% 那為什麼就是說 我說摩溫大通 我覺得是外資那些資料 或許可能會比較準一點 那不管怎麼樣 就表示說現在偏低的情況 還沒有改善 所以原則上 你看這個SCFI 一週的這個行價指數 還在漲3.1 是 你看美東縣 美西縣 歐洲縣都在漲 所以現在都在續漲之中 所以我們將來判斷 7 8 9月份 可能這個亞美亞印 比如說亞美亞印可能賺到12塊到13塊 那可能就是第二季可能9塊多到10塊 但是第三季會13塊多 所以現階段你去一級7 8 9月份的話 那原則上航運股的獲利還是非常好 那我現在要講一個重點就是說 那即使以後到第四季淡季 那這個印費會不會大幅的調降 那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即使進入淡季 印費大幅調降的機會也不是很大 為什麼呢 因為這牽涉到一個所謂的 我們上個禮拜所講的那個 航運的速度變慢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你是不是就是說大氣的二氧化碳 像去年二氧化碳有減少5.8 很好啊 但很奇怪 大家你努力我努力 我們把二氧化碳減少了 但是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還是創新高 那這個可能跟其他的因素 溫度什麼可能也有一點關係 那是418ppm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那今年有可能 二氧化碳排放量還會增加15億噸 所以為什麼最近歐美給的壓力更大 給中國大陸或是怎樣排碳 所以最近中國大陸的那個 碳中和的議題 對對對 它那個所謂的那個交易所要成立 是 所以變成說那個如果碳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成立 有可能碳的價格還會持續在往上漲 所以你這個壓力太大了 所以IMO是這樣講說 如果你現在 藍油中你可能一般的地區 含流量不能超過0.5% 如果到一個控制區比較嚴格的國家 它只給你0.1 那你如果低流油的話 大概可能它的價格是500塊 高流油的話大概400塊 兩個都差了20到25% 所以你一定要用低流油 這樣你才能夠 低流油還不夠喔 你還要加重我們上個禮拜所講的 拖流塔 拖流塔要花430萬美金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才能夠達到一個標準 但現在重點來了 因為你拖流塔再怎麼也只能排碳10到20% 但是上面那個資料你可以發現喔 今年還會增加15億噸的二氧化碳喔 去年好不容易很努力 因為疫情的關係都不出外嘛 所以有減少 那現在解封了 大家都要出去玩了 都好高興喔 英國解封 哇放鞭炮啊高興的要死 那你看看 今年解封了就會增加15億噸 明年可能還會增加更多 是 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我即使用拖流塔 低流油還是沒有用 沒有辦法達到那個標準 對 因為你的減少只有10到20% 所以現在歐美是要求怎樣 要求你這個船喔 你要用 夜化的天然氣的話 它可以減少27% 那我這幾天一直在找夜化天然氣 跟所謂的這個流的價格 差距有多大 一直找不到這個資料 但是我所知道是 夜化的所謂的天然氣 比這種低流油的500塊美金 高出非常多 所以我現在如果有一個航運公司 我會跟這個國際海事組織講 就是說因為你要求我這麼多 所以我印費還是要調漲 因為疫期我未來成本會增加嗎 然後明年5月份勞工又要談判 可能會使我成本增加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印費會低嗎 我覺得一小不易 一小不易 我現在為什麼要講這個觀念 以前宏達電從1300塊跌下來 是不是跌得很快 國際從1300塊跌下來 是不是跌得很快 那航運股萬一跌 會不會跟他們一樣跌得很快 我現在講的重點的話就是說 因為手機我宏達電賣得很好 但是你的競爭是蘋果 三星 還有以前還有什麼所謂的這個 很多的LG Sony 什麼很多競爭者 所以你雖然很好 但是一旦大家跟你競爭 用低價或用各方面 你可能就掉兩塊 就是說市場競爭的加速太多 被動嚴禁也是 那個廠價非常多 所以一旦字氣亂掉的時候 大家多殺多 砍來砍去 所以股票就跌很多 獲利就衰退很多 我現在要講這個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樣印費就是一小不易 所以變成說你如果第三季賺13塊 國際政見估 第四季的話還可以賺到11塊12塊 當然外資有很多只估到7塊8塊 從13塊降到7塊8塊 但是國際政見雖然降平等 但是還是估第四季可以賺11塊12塊 今年估陽明可以賺到44塊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說這個印費的話是一小不易 那我們再看下一頁的一個部分 那你看老船 剛才我們講低流的問題 你這個老船就要被淘汰掉 老舊的產能會陸續陸續開始淘汰嗎 那既然是這樣子 那在未來對於整體會跟航運的一個供給跟需求面 是不是有機會能夠持續維持一個吃緊的狀況 我們上個禮拜有講說2021年 2022年新船加入還是很少 但是2023年就暴增了 因為大家覺得現在價格實在太好 運輸又沒辦法 運輸得很好 太好賺 所以那個船就大量的去訂貨 但是船訂貨的話可能要兩三年 所以2023年的船會大五增加 但是2021年跟明年的2022年還是持續下降 那你看老船要淘汰掉 還有低航數 還有所謂的安裝拖流塔 這些東西都是使得整個市場的供給 在2021年 2022年大五減少 所以市場的運率是減少的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頁的一個部分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剛才為什麼要講宏達電的case 為什麼要講國際的case 因為當國際在漲1300塊的過程裡面 廠家還是很多 但後來慢慢的秩序重整 你看有一個產業秩序重整之後 那個價格就很穩 叫矽晶炎 以前矽晶炎很多 後來合併合併 就剩下一個信越 甚高環球金最大 其他都小家 以前是大小林立 所以那價格很混亂 現在你看大航商 有秩序了 大航商的話 我們看下面這一張圖 你看這張圖是在2017 14年15年之前 那時候都很低對不對 那個柱狀土都很低 也就是三大航商 占的比重只有30% 但是從2017年 2014年15年16年開始到現在 你有沒有發現 它柱狀土倒無增加起來了 是 倒無增加起來就是 三大航商聯盟 佔全球的市占力八成 過去的話也許 我有十個人在分這個餅 我現在只有三個人在分這個餅 大家都說好 你不要再給你不要再給 價格就跌不下去 但是10家就很難講了 10家有的人像 我就是博豪 我要衝刺 我要變老大 那就是10家裡面 就是會有一兩家想變老大 他就會去破壞秩序 但是你三加 大家都說好 你看那個低潤 自從變成三星 Hinex跟美光三加而已 現在低潤的價格 都不太會跌 以前低潤會崩盤 那時候還有茂德 還有所謂的利金 一大堆的低潤廠 齊夢達什麼一大堆的 所以那時候低潤的價格 很會暴跌 現在低潤只剩下三加 所以它不會暴跌 價格比較不會暴跌 所以你看航商聯盟 你看這張圖 從大概2014就開始增加 2017、18、19開始的話 整個大概八成 所以它們三個假的好 價格就不太會跌 我們再回到上一頁的一個部分 今年加上前九的貿易的話 大概成長8% 去年是-5.3% 原則上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中國今年出國增加28% 台灣增加31% 韓國增加26% 香港增加24.9% 然後新加坡也增加很多 所以今年的出國很順暢 因為解封至少比去年好很多了 所以我們來看這一張圖 下一張圖的一個部分 對 現在美國的零售跟庫存的比重 過去都維持1.6、1.5 也就是說庫存假設有16個 銷售10個的話 庫存要留16個 因為銷售的速度 你要有庫存金那個 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它的庫存 跟那個銷售的比重只有1 就是說我有10個 我一個月平均銷售10個 但我庫存只有10個 所以很快的就被消化掉 所以未來可能這個7、8、9月份 這個成長速度很快 我們看下一頁的一個部分 這個比較藍色的這一張圖 就是說我去年美國的進口 那你有沒有發現 它去年是藍色的這一個 是7、8、9、10都是在上升 11月12月最後 這兩個柱狀土就下來 也就是說它現在 因為聖誕節跟感恩節 它要補你的庫存 到10月之前7、8、9、10 它都陸續上升的 去年的情況是這樣 那表示說因為有感恩節、聖誕節 所以我現在進口零售 我庫存的又很少 所以這幾個月 原則上進口都會很多 那今年是灰色的部分 它的預估情況是這樣 是7、8、9月份還是增加 但是認為10月就會下來 這個灰色的部分是10月就下來 11月12月還不知道 但它的預估是7、8、9會持續增加 但是10月的時候的話它會下來 但是去年10月還是上來 10月還是上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告訴我們就是說 我們對航運要樂觀 但是還是要稍微中心一點 因為怎樣 因為這個需求的話 可能去年剛解封 就是說在上半年的情況 是這個疫情比較嚴重 到了可能10、11、12月的話 比較不嚴重 但今年的話可能就是說 一開始都已經解封了 所以輸入就比較多了 所以越到後面可能輸入就會比較少 所以今年有可能9月就到高峰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航運股它業績還會很好 所以估你估所謂的第三季是賺13塊 那第二季的話 快9塊到10塊 那表示7、8、9月很好 但是10、11、12月的話 有可能就下來 是 有可能就下來 所以原則上我覺得到8、9月份 航運股的操作 就可能稍微再謹慎一點 但是問題就是說 在8、9月份它還是一小不易 但是9月之後的話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可能那種所謂的進口的量 慢慢開始在高檔 比較盤旋 有點下滑 是 那個時候就小心 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其實未來7月份結束之後 8月份的話 航運股應該還是可以積極操作 但是到了9月初之後的話 那時候可能震盪的幅度 會稍微比較大 那時候的操作的謹慎度的話 應該就會比較高一點 好那阿姆哲我再打個岔 我們先來看一下陽明的一個線圖好了 其實在上週 航運股也是面臨到 一個很強勁的一個反彈 那甚至我們可以發現到 其實我們現在錄影時間 是7月20號 今天這個台北股市的航運股 也是因為所謂美股的重挫 那今天陽明啊 長榮啊 甚至是所謂的旺海 股價也就是大幅性的一個下滑 那阿姆哲您認為現階段 航運股大幅性的一個回檔 現在這個地方會是一個 進場的布局的點位嗎 對 其實我每次錄航運股的話 我都講第一個重點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航運股不適合停利點 為什麼不適合停利點 因為如果以陽明賺44塊 你說10倍440塊 你也不能這樣講 但是問人就是說 如果以國內真正這樣的一個 估計的方式的話 說真的 我認為44塊是太樂觀 但是30幾塊是沒有問題 所以變成說其實它的股價 你說啊說啊 這個股價金值比是比較高啦 你說本益比各方面來講的話 它未來上漲的話 其實是空間的話是都有想像 但重點股票市場不是說 你只有想像的話 好像不會跌只會漲 不是這樣 因為股票市場它是籌碼戰 那我看多我會買 看空我就會賣 那如果整個市場弥漫了 開始看空的一個心態 還是會普遇猛成 所以為什麼就說你要設停損點 設停損點 那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大概150塊 因為它的成交價是182 那如果成交價不熟 那因為182本來 定價就稍微比較高一點 那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大概150塊這個價位 如果跌破的話 可能就還是要小心一點 因為整個線型的話 可能就是已經完全轉壞 那甚至就是說可能要進行一個比較中極的一個整盪整理 但是如果沒有跌破之前 我覺得可能隨著都有反共的機會 跌之後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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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目前在所有的盤勢裡面 要找向航運股 基本面這麼強 我們之前講的塞港 講所謂的這個低航數 舊船淘汰 各方面這些問題的話 都能夠使得它的獲利 都維持一定的高水準 這是在盤面裡面 目前能夠找出來的 真的是鳳毛麟角少之又少 然後唯有航運股有這個條件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強調說不設停利點 但是你一定要設停森隊 因為這是籌碼戰 萬一如果150塊跌破的話 可能多殺多 整個融資的一個所謂的信心的 一個所謂的這個崩潰的話 那有時候 即使你基本面再怎麼好 還是脖裕蒙塵 那我們在我們介紹完了整體航運股之後 我想接下來想要請教 我們在台北股市當中 還有沒有其他的類股 是投資人還要值得留意的呢 對 那我覺得說其實 這個玻璃的價格 會玻璃 大家也要用玻璃 這玻璃也沒什麼 你如果今天說這個鋰電池 這個鋰漲 猛漲 股漲 我覺得合理 玻璃也會漲 那個 南非暴動那個個大漲 那個漲我都覺得合理 玻璃 玻璃怎麼會漲這麼多呢 所以中國的玻璃的期貨的話 到今年已經漲七成了 所以我覺得玻璃未來的 獲利的一個想像空間 它就大幅的增加 我們看下一頁的一個部分 那為什麼會這樣 中國實施了十三五的生態方案 那我們先看下一頁的一個部分 再看下一頁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方案的重點在哪裡 一位秘密麻煩 我簡單報告就說 我們過去生長這個平板玻璃 我們用撥青砂來開始來做玻璃 好 這個玻璃在生長的過程裡面 它要加鉛跟銅 才能夠產生的那個玻璃 過去的做法都是這樣 目前這個玻璃做鉛跟銅的話 它就是一個高污染 所以十三五的一個規劃的話 它告訴你說 未來你要用所謂的 非常多結成的中空玻璃 這個為什麼要用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它是低輻射 如果你用鉛跟銅的話 你會可能形成高輻射 這個低輻射要0.5 那標準是0.5以下 所以變成說我如果十三五的計畫 你未來所有的玻璃 都陸陸續續要從我們現在的平板玻璃 改成結冷玻璃 那複合成中空的結板玻璃 就不能用鉛 不能用銅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就不會產生一個高污染 所以這是規定的東西 那我們再回到字卡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再看上一個 就大陸玻璃因為這樣上漲 那我們剛才所講的 這個環境的玻璃的話 規範怎樣 那我為什麼說像台波這個是 剛開始而已 就是產業剛開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從平板玻璃 改成所謂的結能玻璃 現在的使用量是多少 24% 所以它未來會有50% 60% 70% 其實中國有很多的政策一變更 如果你鋼鐵 說真的是大工程 但是玻璃這個產業的話 其實比較快 可以去達成 也就是說我現在規定你環保怎麼樣 你一般就要趕快去做實施的東西 我叫你業者改 你覺得他馬上給我改的意思嗎 對… 鋼鐵比較不容易 但是玻璃比較快 大陸的市場現在使用量只有24% 那我們看下業的一個部分 而且最近就是說因為經濟復甦 因為這個疫情都有科興疫苗打 所以我們對大陸的疫苗有一點不放心 但大陸都要打科興疫苗 他們現在打的比例很高 所以現在他們所有的工程都大幅增加 其實大陸的建築第一季 因為第二季資料還沒出來 第一季的話 它的開工率增加55%到70% 所以對結人玻璃它的需求就大幅增加 那我們再看一個所謂的圖表的一個部分 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再往下看 你有沒有發現 2020年下半年 那時候之前的玻璃大概5000萬噸 就是說那個單位有6000、5000、4000、3000對不對 是 這你有沒有發現之前大概是5000噸 庫存所謂開始下滑了 對對對 然後後來的話到了2019年的話 是變成4000噸 是 然後到了2020年 你有沒有發現它慢慢在3000噸左右 就排斑 其實2020年跟2019年沒有差很多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今年第一季 因為房地產大幅的成長 55%到70%開工率大幅增加 2021年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這個玻璃的庫存的話 就大幅的下降 所以你就要去補庫存 要補結人庫存 如果下一月我們就看一下 你看中國玻璃可用天數 以前是不是20天 現在曾經盪到10天 最近有好轉 可能變成11天12天 但是跟過去的高檔的水準的話 現在庫存是不是減少很多 所以我剛才講就是說 中國現在結人玻璃使用量是24% 未來不會用噴氧玻璃 未來補庫存是說補結人玻璃 所以未來結人玻璃補庫存的量就會很大 就會往上一直做推升的一個動作 阿姆斯 不好意思 我想裝頭打個拆 其實我一開始原本想請教你 為什麼我說玻璃可以長成這樣 結果後來我們剛經過了您的解釋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到主要就是因為我們供給也減少了 其實它需求也這麼強勁 所以現在來看這個整體的供需結構 其實是非常完美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想請教您 阿姆斯 台北股市當中有哪一間公司 是有機會收回到這個商機 對 因為以前其實我們剛出社會的時候 其實就是最大是新竹玻璃 台坡還是第二大 那時候如果你坐公路局的車子 都是新竹玻璃 新竹玻璃 到處新竹玻璃 後來新竹玻璃就炒股票炒了 就倒了 變成說台坡是獨大 所以國內如果真的要講玻璃還是台坡獨大 還有一個滑下玻璃 那個比較強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玻璃 你有沒有發現台坡的毛利率 台坡的毛利率 再把它放大一下 台坡的毛利率的話 最近的話 你看它有淨利率 紅色是淨利率 然後藍色是毛利率 最近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所謂的台坡的毛利率 從2020年的第三季 2020年的第三季開始拉升 到了2021年的第一季的話 就在高檔 第三季的話 如果用紅色的淨利率 是不是持續再往上拉 所以一般預估就是未來 除了在2022年的 2022年的第一季的時候 稍微下降以外 你看所有時間 大部分都是往上推升的 這就表示說 目前雖然用節元玻璃 可能成本就會比較高 但是你單價可能賣得更高 所以用節元玻璃 其實對台坡來講的話 它的獲利的話 是大幅提升的一個情況 我們再看下一頁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有調整的空間 2020年請問一下 這個台坡的獲利大概只有0.85 2019年是虧0.5 所以那時候水泥玻璃 水泥玻璃沒人要看 誰要看這個水泥玻璃 你0.5賺0.85誰要看你 但今年賺2塊8 明年賺3塊3 一般大家的這個模型 去沽這個獲利 常常都有一個模式就是說 你以前不是多貪 所以原則上 我把你的獲利 我都調得比較低 這時候是因為做一種保守預估 但電子股就不一樣 你如果利望來沽的話 今年如果賺12塊 明年可能沽到18塊19塊 都有可能 所以變成說 在傳統這個產業 有時候沽那個獲利 大家都會保守預估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營收從419億增加到570億 明年還是增加629億 這個幅度的話 其實還是有一定的幅度 你看629億跟411億 是不是成了50% 所以原則上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這個獲利3.3 其實有上調的一個機會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說 像台波這類型股票 因為未來的極燃玻璃極力高升 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它耳後的毛利率 營業利率 還有它的獲利的一個水準的話 應該有持續大升的可能性 可是阿貴雖然說 玻璃這個產業 算是非常具有爆發性的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到 其實台波的股價 這陣子也算是有漲 對啊 那會不會顯示說 其實這些利多題材 其實已經發酵完畢了 對 那但是我是覺得說 在傳統的部分 為什麼航運股 我會說說 這個十年不開張 開張是十年 就是因為它職務太久 所以它籌碼沉澱了 很乾淨 這個籌碼會去買 以前會去買 這個所謂的陽明 長榮 這些股票的人 不是大股東 就是我放下去 我就是領股息 一般的市場的福爾 不會去買這種股票 是 所以一旦漲上來的時候 很乾淨 所以就會長得比較窮一點 我覺得台灣玻璃也是這樣 我為什麼會去買台灣玻璃 因為我就是大股東 我就是穩定的 因為一定要擠 為什麼會長這麼多 因為它現在開始賺2塊8 可能賺3塊3 也就體質改善了 所以變成說它開始漲的時候的話 一般就是10年不開張 開張就是10年 所以為什麼它的一個上檔的空間 定的會比較高一點 原則上就是因為它過去長期的福爾 都洗得剛剛進去 所以往上推升的時候 一般來講沒有像其他電子股 那個福爾那麼多 所以原則上比較會做一個穩定 只是說傳張股就是這個特性 一般它是穩招穩打 它不會漲停 漲停 再漲停 它不會這種所謂的飆漲的模式 潘映股是例外 對 它這種漲的話 去一塊 去一塊八 落三角 落五角 就是這種穩招穩著的方式 一支炒 一點都一波 一塊硬的方式在硬作 好 那我們在我們前面這兩個 都是在介紹所謂的一個傳產股 那接下來想要請教你 對於整體台北股 當作電子股的一些看法 為什麼 其實因為這就是在上週 台積電法說會也開完了 有些人解讀成是這個不符預期 但我個人認為應該是還算OK 那也因為這樣子 整體台北股市的電子股 也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壓力 但是實際上我們在前幾集節目 也告訴過大家 現在目前全球的半導體大漲 還是在拼四次戰略 還是在大鍋牛建廠嗎 那現在看來 其實對於半導體 整體的一個後續的動能 其實應該還是非常強勁的 所以我想要請教您 那在台北股市當中有哪些個股 是值得投資朋友來留意的呢 好 那我們看這個旺席 我們先看下一張圖 就是說一個股票 第一個我們先看產業的趨勢 這個經驗探針 就是要去探測這個經驗 這一塊氣經驗 它的壓力 測試壓力 測試熱度 測試溫差 各方面 它的效果好壞 所以它第一個跟什麼有關 跟經驗有關 那經驗現在不是有29座的半導體 要設這個資本支柱 要設29座的經驗廠嗎 所以矽經驗像環球技 他們的股票就在漲 合金就在漲 所以這個所謂的經驗 矽經驗這種經驗成長期 有沒有很高 有 第二個的話 我們看一檔個股的話 希望它的產品是一個 化世代的產品 以前比如說探針卡 它是垂直探針卡 那種探針卡是比較傳統的 但是 現在的都是 5吋、3吋 什麼那些氣經驗的話 原則上 一般來講很精密 那很精密的話 世代交替 不得不去換一個叫MAS的探針卡 MAS叫微機電 微機電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 常常講麥克風是MAS 為什麼 就是說我現在在聽音樂 我手機放這邊 我可以聽音樂 結果我手機放到那邊 我還是坐在這邊放音樂 也這個MAS微機電 它會去固定的 羅盤 它會 這個東方西方北方 反正你到哪邊 你指北針的話 它就會方向動到指北針那邊去 也就是說 它會去找你的方向 去固定你的位置 然後去聽你的音樂 所以你手機放這邊 放那邊放那邊 你麥克風你還是可以聽到它 那這就表示說 這個MAS的探針卡的話 你方位怎麼弄的時候 它都能夠準確地去判斷 它的一個正確的位置所在 所以最近的法術會裡面有一個東西 就是MAS的探針卡 未來的成長性會很高 那有些人都說 為什麼金車不長 因為金車司機大客戶 那還沒有回來 那第二個就是 雍智的部分的話 他沒辦法做探針卡 他就接到訂單 但是他要跟MAS 他要請旺汐替他代工 他接訂單 請旺汐替他代工 所以未來如果做MAS的探針卡的話 反而旺汐可以拿到 雍智的代工費用 自己本身又是很大的 也可以接到訂單 那這個資料裡面你看 2020年是零 2021年幾乎剛開始 也就從第一世紀剛開始 因為獲得認證 但是阿澤 你有沒有發現 2022年的話 他大概是兩億美金 這是幾百倍 兩三百倍 然後到了所謂的 2023年的話 他是2.5億 然後2024年的話 他將近到3億 那這個就告訴我們 就是說未來這個東西 他的成長性很高 從零開始成長性很高 所以如果整個矽晶炎 因為29座的半導體 要做金煙廠 那需求很大 那加上原來是用 垂直的探針卡去做 那未來都要世代家庭 因為你越來越 所謂的精密 你一定要改成 這個沒有辦法 就好像五奈米取代 七奈米 三奈米未來會取代五奈米 這是一個四代交替 所以因為這個概念的話 我覺得這類型族群 未來有機會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自卡的部分 往隙的話 那過去就是垂直 PVC 什麼這些 做 那我們再看一下 所謂的 他的一個獲利的預估 那這個也是 這個券商的預估 我們看一下下一頁的部分的話 對 那也就是說 為什麼2020年他賺7.7毛3 2021年賺9.3毛4 這樣只有成長大概1.5 1.6 那這個是合理的成長 但是既然有券商預估 明年到15.04 這個也是國內稱之間預估的 你看15.04 加5塊出來 大概5.6 5.7左右 那你可以發現 那幾乎都多一倍了 那為什麼 明年比今年獲利多一倍 我們剛才所講 就是MES的探存卡 使大家獲利 大五成長 而且你看 當然營收本來 2020年是59億 2021年是64億 但2022年是85.93億 所以無論在營收 在獲利的部分的話 有大五成長的一個情況出來 這就是因為世代交替的產品 是 可是那麼我們可以發現到 其實旺系的股價 近期也是算是創了一個波段高 那星期一段投證進場去佈局 會不會去面臨到所謂 前波高點的套牢賣壓 甚至是什麼 甚至是前一波 有人去抄底的一個獲利了結賣壓 所以有時候就突破前一波的高點 再買可能會比較好 所以營收商我們大概就是 135到180 做一個區間操作 因為至少明年賺15塊 今年賺9塊 假設這個assumption 這個假設是成真的時候的話 那反而這個可能比較有機會 只是說 最近法術會我們去研究 感覺上就是說 這類型的族群 好像Persway的說服力稍微比較強一點 好 那麼阿瑪萨 我們介紹完了旺西之家公司以後 還是想要再請教您 對於一些電子股的概念 那麼阿瑪萨 您認為台北股市上說 還有沒有一些其他的電子股 也是值得投資朋友們來留意的呢 對 我們現在講的是個股 而不是講產業的東西 我們看這個是要高級 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阿瑪萨你有沒有發現這類型股票 它已經聯繫七個月營收創新高 是 那據我所研究一兩份的研究報告 發現就是說 至少到9月之前 應該都有可能 再創高 再創高的機會 就是預估值的話 還有可能再創高 就是說它就很穩的啦 那為什麼就是說 以前它的營收的水準的話 大概2月的水準 那現在為什麼說 每個人創新高 到現在將近3億的水準 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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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續去一個月的話 這樣創新高 但是這類型股票 我覺得它股價的反應的話 還好啦 因為如果說 一檔個股 今天是在IT設計 如果它常常創新高 像9期的話 那種創新高 獲利又很好 就飆到哪邊去了 那這個創新高 就穩著要用打 那我們先開自卡的一個部分 那重點的話是 網通 網通還有車用的部分 它的成長率很高 那我剛才講說 它連續7個月創新高 那未來會有公佈 7月營收 8月營收 9月營收 那如果你第三季 比第二季 成長4% 5% 那我會怕就是說 可能這個 7月營收創新高 8月9月就下來 但是它如果預估是12.2%的話 那表示說 有可能7月再創新高 8月再新高 9月再創新高 那第四季就不一定 但是第三季的話 有可能未來 如果公佈營收創新高 它都有可能 因為它第三季 比第二季預估的話 是繼成長12.2% 那今年的獲利的話 是年增長70.2% 那就表示說 它的營收創新高 獲利也同創新高 那如果說未來我們來看就是說 公佈企業營收 它有可能創新高 8月中旬的話 會公佈所謂的半年報 那半年報的話 它可能是1塊4毛2 毛利率的話 估計的話可能2 3跌股 這個都是很好的水準 所以變成說 有時候電子股最近的話 因為在台積電法 說會失領的情況之下 電子股有時候 個別股表現 然後一跌然漲 所以表現沒有像航運股 像鋼鐵股 傳傳股那麼好 所以要找一個比較穩定的電子股 其實是困難的 如果有一檔股股 可能未來營收創新高 而且第二屆超財有公佈 也會很好的話 那或許也是我們守住待途 觀察的一些標的 可是雖然這樣講 高級的營收 看起來還是會陸陸續續創新高 但是我們再次來看一下 它的股價 也是已經有漲了 我還是想要再請教您 關於所謂股價方面 因為我會不會擔心說 會不會這個股價 其實已經反應完這些利多題材了呢 對 所以為什麼 就是說低檔剩68塊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還是要有停損準備 因為它漲太多了 所以68塊一旦跌破的時候 先跑一趟再講 為什麼高檔剩80塊沒有剩那麼高 的意思是說 因為它已經從低檔這樣漲上來的話 已經有一定的幅度 只是說因為未來如果公佈營收 可能創新高 公佈第二屆超財表可能很好 就把它弄到Portfolio 投資組合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停損設的比較近一點 然後停地點也設的不是那麼高 的原因是在這個地方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 阿蒙塞針對這些個股的介紹 大家可以持續的留意 以及來做觀察囉 那麼各位觀眾朋友們 如果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的話 也歡迎直接加入 阿蒙塞的官方LINE 8來做詢問 除此之外 阿蒙塞每天都有在這個 YouTube上面做直播嗎 對 那我最近YouTube的話 我發現增加的人數還蠻多的 阿蒙塞花了20分鐘 很詳細每天講 然後很多人加YouTube 就覺得說 這樣每天看20分鐘 阿蒙塞的一個看法 然後對當天的盤勢 就比較能夠豁然開朗 能夠去看得比較清楚 那也歡迎還沒有加入投資朋友的話 YouTube我們按讚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阿蒙塞最大的鼓勵 那如果各位對一些問題的話 或許可以互相交流的話 我們這個LINE 8 我們小豪鼠 這個C506也可以加入 有一些問題 大家互相討論 價格的部分我比較沒辦法建議 但是這一檔個股的基本面 情況是怎麼樣 我倒是可以做一個敘述啦 那歡迎大家跟我互相來溝通 那Facebook 因為大家都在外面嘛 很容易Facebook看來看去的話 那原則上加入我的Facebook 我隨時會提供新的資料的話 那你可以對一些新的東西的話 來看看我的一些想法 所以歡迎大家加入 阿蒙塞的一個所謂的資料裡面 讓你看遍所有產業的一些個股資料 好那觀眾朋友們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不要忘記幫我的頻道 訂閱按讚以及開啟小鈴鐺 那在最後 如果各位想要知道 什麼樣子的產業 或是什麼樣子的個股 也直接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訴我跟阿蒙塞就可以了 那這集理財總統 我們先告一個段落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